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搜寻ABC 16898 来 再来 这里美股盘都说什么 特斯拉跌近12% 昨天特斯拉大涨 今天大跌 怎么办 四大指数都被他拖累 你看昨天四大指数全跌 可是你会觉得 老师可是我们今天盘怎么还会涨 因为昨天有一个老师跟你说这个盘会涨 你懂吗 这样了解了吗 来 再来 台股盘前说什么 美股四大指数全部回挡 盛防获利了结賣押 我跟你讲今天有卖押 今天真的有卖押 可是有很大吗 没有 而且今天是量缩 你要记得今天盘是量缩的 来看这边 我们看这边 我们放到这个画面 你看 这是加元指数 来你看今天是量不见 然后还在涨 这为什么 看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 量出来是好事 老师你昨天不是说量出来才是好事吗 对 但是量缩涨 我跟你讲更好 所以代表这个盘会怎么样 我等一下跟你解 我等一下再来跟你解这个盘 再看回来这边 来你注意看 他说什么 盛防获利了结賣押 今天确实有卖押了 可是全部被消化掉了 全都被消化掉了 来这个盘 我每天跟你解这个盘 来看回来 这个盘我每天跟你解 我都跟你解明天 对不对 我曾几何时跟你解今天 没有 其他老师只会跟你解今天 因为他不敢解明天 为什么 因为他看不到未来 他看不到未来 你跟他你有未来吗 你自己想清楚 他看不到 他自己都看不到未来了 你可以问他说 老师 明天会怎么走 他说天知道 你问我 这样你懂 你懂吗 他会这样回你 所以我跟你讲 你跟着一个看不到未来的老师 你有未来吗 你自己想清楚 所以我说你要跟一个老师 你要跟一个可以看见未来的老师 我每天跟你解盘 有没有每天发生 是不是每天都发生 我昨天跟你说今天还会涨 对不对 我今天昨天跟你说今天还会涨 今天就涨了 我前天也这样跟你说 我大前天也这样跟你说 我说这个盘就是多头 有没有人跟你说这里是空头 有没有 我跟你讲 他们已经死在半路上了 全部死了 被嘎死 好不好 全部被嘎死了 全部被抬出去了好不好 抬出场 来 再来 这个盘 我每天跟你解 每天照我说的走 每天 我等于化线给大盘走了 我会双倒不走 这样你会吗 你会吗 如果你不会的 我跟你讲 我连洗盘我都抓得一清二楚 我连他会洗盘 我连他会洗盘 我都抓得一清二楚 来这一天 出量就上了 而且那个量他只要需要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你们全部被洗出场了 你们全都被洗出场了 来 再来 这个盘又开始震荡 我说这个在洗盘 你不用担心 来 量一样没有失控 这个盘 来 这一天 我说他会洗盘 这一天说多 我说接下来这个盘会洗盘 来 结果洗盘量出来了 这个叫洗盘量 洗盘量出来会怎么样 洗盘量出来代表你们被洗出场了 你们被抬出场之后 这个盘 就是要往上 这样了解吗 来 你看喔 一天 两天 三天 来 上去了 上去了 对不对 我说你们全部被扛出场了 你们被扛的 被抬出场 不是你自己走出场 是被抬出去 抬到山顶上去 好不好 那要干嘛 不要说那么难听 被抬出场 被抬出场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盘 我从哪一天跟你解到现在 每一天 有哪一天错的 你只给我看 没有 全对 对不对 全对 所以我说你要跟一个老师 你只能跟他能够看见未来 如果不行 那老师你不用跟了 我说真的 电视也不用看了 真的不用看 你看那么多节目干嘛 你还在比较谁比较准吗 你会发现全市场我最准 你会这样发现 来再来 这个是昨天对不对 我昨天说什么 我昨天说还会涨 有没有 上面写的 还会涨 我结论这样给你 今天是不是又涨18点 是不是又涨了 明天呢 明天呢 来看这里 看这一张 来我说是不是很听话 这个盘 有没有很听话 非常听话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还有高点啊 你放心啊 今天亮说又怎么样 看回来 亮说又怎么样 我说这个亮说代表没卖压 这个代表没卖压 所以这个盘还会涨 我的方向很明确 我就是指这一边 我是不是跟你指这一边 我不是指这一边 这边是往下好不好 那些空头老师死在半路上了 全部死了 全部被嘎死了 怎么办 你不要跟我说你现在 你现在手上还有空单 老师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两半炒鸡蛋啊 不然怎么办 来 我说穷人跟富人的差别在哪里 穷人看不到未来 富人可以看见未来 所以代表说什么 他们在未来还没发生之前 他已经领先布局了 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谈高价股吗 你还记得吗 高价股我昨天布局一档 来我再说一次 我高价股我昨天布局一档哦 昨天哦 今天大涨我等一下给你看 哎一档而已哦 不是两档 不是像你老师布局五档十档 二十档 我还听过五十档的 结果涨的那一档 他跟你说他大赚 赚他个头啦 怎么可能会大赚 其他四十九档赔的不讲 但是我跟你讲 我跟人家不一样 我直接跟你说 我手中五档股票 我跟你讲 有三档赚超过一成以上 我直接这样跟你讲哦 我手中最多五档股票 我手中其中三档哦 赚超过一成以上 其他两档哦 还是赚的 我手中股票全赚 有哪个老师敢这样讲 你请他出来 没有一个老师敢这样讲 他敢说他手中十股有几档吗 他连这句话都不敢讲 他敢说他手中股票全赚 他敢这样讲吗 他敢吗 你说你老师 你问你的老师 你说老师 你在你学豪神在上面讲说 你手中股票全赚 我跟你讲 他就说你几档啊 我哪有赚啊 全赚还差不多啦 全赚好不好 赚那一档 就跟你说他大赚 很多老师是这样做节目的哦 但是我跟你讲 我要做一个最诚实的分析师 我跟你说过了 我说我手中五档股票 三档赚超过一成 这是我说的 我说的 我现在我再跟你说 我在台面上数的绩效 是会员手中真实绩效 这句话只有我敢讲 其他人不敢讲 所以穷人跟富人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他能够看到未来 而你没有办法看到未来 你会觉得这个盘好难做哦 因为你看不到未来 所以你必须要跟一个可以看见未来的老师 你只能跟我了啦 我说白了啦 你只能跟我啦 其他老师你不用跟了啦 他们只会马后炮啦 你看他节目上数的很准 对不对 你去跟看看你就知道了 你去跟看看你就知道了 全市场老师没有人敢讲 他手中有几档股票 全市场只有我敢讲 我手中五档全赚 三档赚超过一成 你就要讲啊 你就要他们讲啊 他们不敢讲 没有人敢讲 来再来 这就是汉蕾对不对 我跟你谈多久了 我跟你谈多久了 你看到我每次跟你谈哦 我一直跟你谈哦 他一直涨 一路跟你谈 他一路涨 一路涨 涨到什么时候 涨到这一天利多出来了 涨到这一天 10月29号哦 利多都出来 我们放到这一张 来我说这个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月营收啦 你看他下面哦 是不是还有10 11 12没有公布 对不对 10 11 12没有公布 对不对 我跟你讲都会创新高啦 所以这档股票我跟你讲 了不起了 这档股票不得了了 好不好 来 半导体 获利亮眼 汉蕾充高 这是我多久之前就跟你谈的 这一天是29号 他利多才出来 我是在 10天前哦 是20号那一天我就跟你讲 来我说汉蕾是唯一 国内唯一一家 做碳化系跟氮化钾的公司 这是我领先跟你谈的 我领先跟你谈的 全市场老师 他们只会追高杀低啦 我认真跟你讲是这样啊 来这一天 我跟你说什么 我从130进场的 我赚超过两成 这档股票哦 不到两个礼拜哦 我赚超过两成 我那一天是这样说的 我一张都没有出 我一张都没出 我说你有汉蕾的来找我 有汉蕾的来找我 今天也是一样 我说你手上有汉蕾的 赶快来找我 不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人可以救你 只有我能帮你 好不好 只有豪神能帮你 来再来 我一直跟你谈 一直跟你谈 你看他开始修正了 对不对 来再来 修正到什么时候 修正到昨天 到今天 今天这一根红K 今天这根红K 来你注意看哦 他结束了吗 来他结束了吗 这是不是下一次攻击 我打个问号对不对 我说你去拆 来我说有汉蕾的赶快来找我 有汉蕾的来找我 这个极动量代表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你打电话进来 或者加入我FB 那个TG 我就告诉你 好不好 你来你进来 我跟你讲有汉蕾的赶快来找我 不然你不 不然你来赶快来不及了 来我跟你讲 成功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成功模式可以复制 好不好 就像我汉蕾可以复制下一档 汉蕾第二 汉蕾第二是谁 你们还不知道对不对 我说汉蕾第二我已经进场了 我已经进场了 这一天我就进场了 上礼拜五 我现买现涨停 这一根 我跟你讲很多人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还不想公布 我还不想公布 好不好 而且你注意看 我在节目上跟你谈的每一档股票 几乎都上去 好像只有一档小赔 小赔出场 好像只有一档 我印象中只有一档 其他股票全部上去 我跟你谈的十几档有没有 只有赔那一档 而且是小赔出场 你注意看 这档汉蕾第二 我一买进去 当天就涨停 来 再来 隔天继续涨 再来 再来 这个不是利多 我们看这一张 我在跟你比较什么 你知道吗 我在跟你比较 我是从基本面选股 我是从筹码面基本面选股 这个是每一季的 这是季营 那个季的获利 然后这个是年 你注意看 他今年可以获利多少 你知道吗 他这三个季 前三季加起来 我跟你讲 来这一张 你注意看 我说他是做挖矿的 他做显卡的 好不好 显卡概念股 挖矿概念股 前三季他EPS 等于说他这三季加起来 已经14.16 14.16 这了不起 你注意看 他四年前 这四年 最多赚8块多而已 他这三季加起来 已经超过最多的那一年 已经超过了 来我说这一家公司 非常棒 而且他不会输给汉蕾 他不会输给汉蕾 来再来 我一直跟你谈 谈到这是昨天 谈到昨天还在涨 来今天他休息了 我说你还有最后进场机会 要不要的来找我了 我说你要不要的 你有兴趣的 赶快来找我 有兴趣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赶快来找我 来再来 还记得他吗 我再说一次 我还记得他吗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跟你说 我公布我手中五档股票 我全部公开 有没有你记得吗 有一天 来你还记得他吗 11月1号那天 来这一档是康书对不对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来这里 我画一条线上去 你注意看 这里 我说再创新高 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我一张都不敢 我一张都不肯出 来这里有一条线 有没有 我从这里做到这里 来这里 今天再创新高 我跟你讲 我一张都没出 我一张都没出 会员跟我说 老师 这档今天创新高 而且有量 我们要不要出 我说你一张都不要给我出 一张都不许出 我是这样说的 我说全市场有谁做得到 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这个叫筹码 你了解吗 你知道他筹码的动向吗 你知道他未来会找到哪里吗 来我跟你讲 最近搜寻康书的人多了 最近开始搜寻康书 为什么 因为他长了一段 他长了一段 你不会连他做什么都不知道吧 你该不会这样吧 来我跟你说 如果你有康书的 一样可以来找我 好不好 我跟你讲最近搜寻康书的 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有汉脸的 有康书的 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赶快来找我 我跟你讲还有这一支 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谈高价股吗 我昨天跟你谈高价股 对不对 来你看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谈这一支 来这支叫什么 你知道吗 来这是加权对不对 来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谈这一支 来再看这边 你注意看 来这一支 我说我昨天开盘进场的 来这里 我开盘进场的 来这个是讯息 这个是我昨天的讯息 11月9号 来这是今天 他今天再度大涨 来我说什么 来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昨天说什么 我说我开始布局高价股 我说你们有兴趣的 那些比较有钱的 而且这一个 这个是特别会员买的 一般会员没有 我这边我这边直接澄清 我说一般会员没有买 为什么 因为他高价股 他股价600多块 一般人拿那买的起 了解吗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 这是我给有钱的买的 所以他是我特别会员的股票 他是我特别会员的股票 来再来 我说资深不等于专业 好不好你不要跟我炫耀说 你在股市里二三十年 那又怎么样 你赚到钱了吗 所以在股市里没有 我跟你讲没有什么资深 没有所谓的资深 没有所谓的学长学弟 没有啦 好不好你以为在当兵 没有 我跟你讲只有专业 只有赢家跟输家两个 只有赢家跟输家 为什么成为赢家 因为你找到方法 你找到那一把可以开启 成功钥匙 那一档钥匙 那一根钥匙 你就是专业好不好 你代表你专业 来我说专业是什么 提高你的胜率 这个才叫专业 好不好 这个才叫专业 来我说研究方面 研究方向 来我说筹码面摆第一 为什么 因为主力控制筹码 你不要傻了 你不要以为你研究巨物分析 研究那么透彻 还有人去上课 还有人去上课 说什么 说他那个上课学费 我听过一天 他交一天八小时下来 然后说你五万八 交什么 交记录分析 交记录分析 你不要笑死了 交记录分析 结果你回去 照他的方法用 还是输钱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研究错方向 你方向研究错了 哪一天我开课 我来交筹码 大家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兴趣 哪一天我开课 好不好 来教大家筹码 我说筹码面白第一 因为主力控制筹码 你控制筹码 你才能控制涨跌 你自己想清楚 在股票市场里 这好像在菜市场买菜 对不对 我之前比喻过 好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 菜价便宜 你才肯买 菜价越贵 你敢不敢买 你会说等他便宜一点再买 可是在股票市场里 那个观念你完全颠倒 你会觉得说 那个跌跌不休的股票 这个不敢买 然后涨一根长红上去 你会说赶快追 这不追不行了 因为明天会涨 你跟你菜市场的观念 完全颠倒了 了解吗 你那个观念完全颠倒了 好不好 我再说一次 我说研究方向 筹码面你要摆第一 再来才是基本面 好不好 再来才是技术面 甚至技术面不用看了 你记不记得 我昨天跟你说过 我一直跟你谈的 我说技术面 为什么可以不用看 因为很多主力 我十年前 记得吗 我十年前 我跟你说过 我十年前遇过主力 我十年前的十年 我一样跟你一样 研究技术分析 我一样 我只会技术分析 我只研究那一套 我研究得很透彻 可是发现 为什么还是不能赚钱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主力 说了一句话 整个答醒我 他说那个线我画的 你要研究什么 你研究个屁 他直接这样跟我讲 你研究到干嘛 那线是我画的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技术面 可以不用研究 这样你了解了没 你还傻傻的 一直在研究技术分析 你研研他 你要研究到什么时候 研究到你前输光为止 我跟你讲 你还研究不透彻 为什么 因为你还在输钱 所以我跟你讲 第一筹码面 再来技术面 再来才是基本面 再来才是技术面 基本面为什么比技术面重要 就像我刚刚跟你谈的 我刚刚跟你圈那个 汉脸第二有没有 我说他第四季 进入旺季有没有 那个叫基本面 那个就叫基本面悬谷 好不好 那个叫基本面悬谷 来再来二八法则 为什么赔钱的人居多 你自己去想清楚这个道理 为什么赔钱的人居多 因为你们只会一个方法 叫技术分析 这样你了解吗 你只会这一个方法而已 来再来 我说未成功找方法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 我希望每个人 你如果你做 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用判断方式很简单 如果你在做股票 你发现你这一年下来 你都是赔钱的 根本没赚钱好了 我讲有赚钱 你会觉得那个好像运气好而已 那个是运气 如果你有赚钱 那叫运气 如果赔钱 我跟你讲那叫正常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这一年来 如果说你研究这一年来 你都是赔钱的 代表你的方法错了 你的方法错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说未成功找方法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 来再来 这一张我们把它放大 来我说我给你 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持股绝对不超过五檔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我跟你讲这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我说这三个 这三项就好了 来第四项我们先不要说 我跟你讲我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这三项 没有在台面上 没有几个老师做得好 没有几个老师做得到 我直接跟你讲 来左边是T 左边是FB 右边是TG 如果不会少的 去搜寻股市豪神 然后右边TG 搜寻ABC16898 来看未来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对 我说汉磊第二 如果你有兴趣的 赶快来找我 赶快来找我 还有你手中有股票问题的 一样可以问我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会进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抽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